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天天會離開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這一節的聖經很清楚 是講到我們怎樣去做一個基督徒 並且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怎樣可以很健康地 能夠去承傳天父所給的那個慈念 在這個世界上做基督徒 在很簡單這一節的聖經裏面 裏面是看到有三個託父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想講給大家知道 第一個託父是要寫記 第二個託父是要背十字架 第三個託父是要跟隨耶穌 在第一個託父裏面 那裏我們要寫記 什麽是寫記? 寫記不是要棄住我們自己 絕對不是這樣 寫記是說到 第一我們首先要認定 我們自己會一個人自己的價值 我們不單要認定自己的價值 並且我們要肯定 我們是唯一一個 是天主能別所創造出來的一個寵物 但是重點是怎樣? 重點是我們要很清楚的 我們要將基督成為我們生命國的眾生 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裏面 我們是有一個寶座的 我們是有一個寶座的 但是往往往的時候 我們自己就坐在這個寶座上面 但是寫記的意思 並不是說我們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所以不是這樣 我們是要將天主放在一個寶座上面 來加預我們每一個人自己的那種生命 以致到在我們生命裡頭 有基督、有耶穌在我們生命裡頭 我們的生活就可以說是一個不一樣的生活 我們的生命就可以完全地改變 這是非常重要的 在《若果福音》裡說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知智 兩你們離了我 就得能作什我 這是遇上的重點 我們不可以跟天主分離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我們約我們跟天主要一齊力 結合起來 我們約一齊的 我們過我們的每一天 在每一天的生活裡 我們要援出這個基督徒 應該有我的榜樣 我們要援出這個基督徒 應該有那種認證 這個是第一點我所謂的 接著 第二個託符 第二個託符是背十字架 為什麼我們要背十字架呢 因為耶穌基督 他自己親自背起這一個十字架 所以我們今天每一個人 仍然要背起我們自己的十字架 背十字架是多重的意義 第一點 背十字架 我們一定要援出天主的畫的神經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登記 我們要天主的畫成為我們生命的一個中心 耶穌說 他們說你們要曉得真理 真理必曉你們得而自由 相信我們在這個節目 我們知道過往我們都是一個龍弟 但是當耶穌去改變我們的生命的時候 我們成為一個生存的人 所以今天我們都會在這個世上的時候 我們要不單止做這個圖 並且我們要多多看聖經裡面的說話 以至我們懂得天主的樣子 讓我們知道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我們要明白天主的說話之外 並且我們要在信心裡面的內容 託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不可以 自從我們做了基督徒之後 我們不可以每一個人 就平靜地過我們的生活 這個是不可能的 我們需要靠著天主的說話 因為託符的內容是基於真理 託符的內容是基於真理 我們在天主的話題上 我們明白到天主的真理 以至我們懂得 我們知道我們怎樣向天主的基督徒學 我相信這一個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 仍然是需要學真理的 第三方面 我想說的 你記不記得在洋漢裡面 聖略漢中部 他都說 我賜給你們一條生命令 乃是要你們彼此相愛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 眾人因此就認出 你們是我的 這是一個非常寶貴的聖經 透過這次的聖經 我們知道我們在基督裡面 我們成為一體 耶穌為我們預備這個救贖大功 在這個世界上 祂預備了教會給我們 所以我們成為一個基督徒 可以活在這個教會當中 我們給予一個全體的生活 我們需要稱為我們兄弟 我們稱為子會 這件是何等都很甜蜜的事情 所以我們感謝天主 我們感謝天主 天主欣賞教會 慈悲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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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我們不單只是為了教會 我們今天 我們要為基督作美好的見證 如果我們只是在教會裡面 我們是很無意思的 我們只是大家去享受 我們的總教會 和信徒之間的生活 但是更加重複 我們需要出去 我們出去為基督去做見證 之後基督活在我們的心靈裡 之後 當我們願意揮起這個神之間的時候 我們出去為基督作美好的見證 到最後 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三項目 第三項目 我們要跟著我們 跟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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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不一定有什麼意思 當我們思想到 我們過去 信得住 我們跟著耶穌 很多年 我過去都有 高的選項 我們可以有 大型的生活 我們會原諒 但是 不論我們是 當我們願意 依靠耶穌的生活 耶穌會幫助我們 耶穌永遠在我們的生活 他願意幫助我們 他願意幫助我們 所以 在這個時候 我再次鼓勵大家 我們需要 依靠基督所加添的那些人 我們要這樣 向前 我們為基督去做見證 在今天這個世界裡 我們做見證是中間的行事 但是 基督就將這個事 託付給他們 聖經裡面 在文化道裡 要是金剛才 聖經裡面 在文化道裡 在文化道裡 都是拼開的 與文化道路 那樣 是 第一次 來到文化道圳 文化道庭 中間 聖經 多了 但是 先 小玉 谢谢大家